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一下 如果历史上的女拳运动者们能听到这首歌 她们可能会在舞台上挥舞着旗帜 甚至还会跳起来 让我们的社会运动变成一场派对 这首歌的旋律强劲 歌词充满了自信 让人不禁想要站起来 举起拳头 喊出我们能行 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在健身房里 当你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突然觉得自己像超人一样 虽然实际上你只是想着我只要再做五个深蹲就能吃一块蛋糕 碧昂斯在这首歌中所传递的讯息是明确的 女性不仅仅是支持者 而是领导者 这让我想起了历史上那些勇敢的女性 比如玛丽 菊里 她不仅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 还是唯一一位在两个不同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想象一下 如果她在实验室里听着 Run the world Girls 她可能会一边进行实验 一边随着节拍摇摆 然后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 并命名为女力 这首歌的影响力不仅限于音乐界 它激励了无数女性追求自己的梦想 无论是在商业 科技 还是艺术领域 许多女性在听到这首歌后 决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 甚至有些人可能在听歌的同时 决定辞掉那份不再让她们感到快乐的工作 然后开始创业 开一家专卖手工肥皂的店 因为卫视磨布呢 总之Run the world Girls 不仅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提醒我们女性的力量和潜力是无限的 就像比昂斯所唱的那样 女性不仅能够运行世界 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这首歌时 记得站起来挥舞着手臂 因为你不仅是在听音乐 你是在庆祝女性的力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华丽登场 比昂斯 Love on Top爱的巅峰 甜蜜的旋律让人心醉 当我们谈到比昂斯的Love on Top 就像在品尝一杯精致的香槟 泡沫丝剑 甜蜜 而又令人陶醉 这首歌 不仅是她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高峰 更是对爱情的赞美诗 让人忍不住 想要随着旋律翩翩起舞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这首歌的结构 比昂斯在这首歌中 运用了多次的调性转换 这可不是随便的音乐技巧 而是她用来表达情感升华的手法 每一次的调性变化 就像是爱情中的小高潮 让人心跳加速 仿佛在说 嘿 这就是爱的巅峰 如果你在听的时候 不小心跳起来 那可不是你的错 这是音乐的魔力 而且 这首歌的歌词 充满了甜蜜的情感 像是糖果般的诱惑 比昂斯用她那独特的嗓音 将爱的喜悦与期待 表达得淋漓尽致 想象一下 当她唱出Baby It's You时 彭扶全世界都在为她的爱情喝彩 这种感觉 就像是 你在一场派对上 突然被众人围住 成为焦点 心中那份甜蜜的羞涩感 油然而生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MV 也充满了活力与魅力 比昂斯在舞台上的表现 就像是一位女王 无论是她的舞蹈 还是她的服装 都让人目不转睛 据说 在一次演出中 她甚至在舞台上 宣布了怀孕的消息 这一瞬间 让全场观众惊呼不已 这不仅是音乐的巅峰 更是人生的巅峰 总之 Love on Top 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情歌 更是一段关于 爱与成长的旅程 她提醒我们 爱情的美好 在于那份纯粹的感受 无论是甜蜜的旋律 还是心跳的瞬间 都让我们在生活的舞台上 华丽登场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这首歌时 记得放下所有的烦恼 随着音乐一起舞动 因为爱的巅峰 就在那里等着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共鸣 B昂斯 Sorry爱的告别 释放过去的情感 勇敢向前 当我们谈到B昂斯的Sorry时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音乐的作品 更是一场情感的释放 和自我重建的旅程 想象一下 当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舞后 听着这首歌 突然感觉到心中的某种情感被触动 彷彿B昂斯正对着你唱着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告别 尤其是对于那些 不再值得我们投入情感的关系 B昂斯用它那强而有力的声音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解脱的力量 它的歌词中充满了自信和勇气 让人不禁想起那些曾经让我们心碎的瞬间 然后又能够微笑着说 谢谢你 过去的我 现在我更强大了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背景故事 也让人忍俊不惊 据说 B昂斯在创作这首歌时 灵感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 尤其是与JZ的关系 想象一下 当他在录音室里 对着麦克风 唱着我不想再听你的借口 而旁边的制作人可能正在偷偷地想 这可真是一场情感的火山爆发呀 在这首歌中 B昂斯不仅仅是在告别一段感情 更是在告别过去的自己 他用音乐告诉我们 无论过去的伤痛有多深 我们都可以选择勇敢地向前走 这种情感共鸣让每一位听众 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面对失恋 失去朋友 还是其他生活中的挑战 所以 当你下次听到Sorry时 不妨跟着B昂斯一起高歌 释放那些过去的情感 并勇敢地迎接未来 毕竟 生活就像一场音乐会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 只是那一首 能让我们重新振作的旋律 记住 无论多么艰难的告别 都是为了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B昂斯的三首令人振奋的歌曲 Run the world girls Love on top和Sorry 这些歌曲不仅展示了 她的音乐才华 更传递了女性力量 爱情的巅峰 以及情感的释放 我们从中看到了 女性在各个领域的 坚韧与勇气 也感受到了 在爱情中 甜蜜与告别的情感共鸣 首先 Run the world girls 是一首激励女性的赞歌 让我们不禁想起 那些为女性权益奋斗的 女性历史人物 B昂斯在这首歌中 所传递的讯息是 女性不仅是支持者 更是领导者 接着 在Love on top中 我们看到了 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B昂斯巧妙的调性变化 让我们体会到 爱情中的小高潮 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最后 Sorry 则是一首情感的释放 鼓励我们勇敢面对过去 向前迈进 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这些歌曲 不仅让我们在音乐中 寻找共鸣 也让我们思考 自身的力量与潜力 B昂斯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 无论是追求梦想 还是面对困难 我们都能够勇敢站起来 挥舞着手臂 因为我们有能力 去运行这个世界 纳摩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歌曲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也有某些瞬间 让你感到 如同B昂斯般强大的呢 或者有没有某首歌 让你在爱情中感同身受 我期待听到 你们的故事与见解 让我们一起展开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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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